妈,上次答应你的啊 在出差让你单独住一间大床房 出差这么多次 我终于也是住上商务大单家的呀 李总,你让他一个人住一间 你跟我挤一间双床房 这样说出去谁还分得起你俩谁是老板 你能不能懂点事啊 李总咱们辛苦一天了 你好意思让他跟我挤一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李总 是我招呼不项,考虑不周 这个大床房你住吧 我跟严秘书随便挤一挤就行 是吧 走 严秘书你看这也不早了 早点关灯休息吧 我不喜欢关灯 不是你不喜欢关灯 你非得拽我胳膊干嘛呀 这不是咱俩好不容易一起住一间房吗 我不怕你反悔吧 不是,我还没反悔呢 你拿我枕头干啥 你什么都拿走了,我咋睡啊 你看这床床这么大 躺大完全没问题啊 而且咱俩晚上还能一起聊聊天 看看搭带游戏 什么呢 不是,腾一块 待会李总知道不得把咱俩开了呀 李总是你老板 又不是你妈 你不能什么事都听她的吧 再说了 咱俩少用一张床 明天阿姨就少打扫一张 给阿姨减轻的工作量 就当咱俩心态记得了 好道理啊 谁呀 李总,你怎么来了 什么我怎么来了 我作为老板 看下你们生活环境不正常啊 顺便看看你们家挤不挤啊 这,我跟你讲李总 这床可大了 一点都不挤 我跟言明说 连打滚都没事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李总 打滚,打什么滚打滚啊 不是,眼秘说 你一个小女生 你跟她挤一挤 你像什么话 你传出去 你名声不要了 你知道我那屋睡觉 我那屋床又大 反正我体恤员光 我不再问那么多 去来 不是,呃 又谁啊 开门去吧 哈喽 哇 李总也没说 你们对我真好啊 干嘛干嘛干嘛呢 怎么了 出事太着急 我刚带钥匙了 你今晚不知道住哪了 啊 这好解决啊 我给你开一间现在 哦 不用了李总 我刚问了 已经没有房间了 要不我今晚在这打地铺 撤回一晚 哎 我告诉你 不可能啊 我不允许有女孩 在我面前打地铺 那 那怎么弄你 你打地铺 哎呀 什么话 谁说两张床睡不了的呀 哎呀 虽然挤了点 但好过打地铺嘛 大不了我吃点亏 我睡中间嘛 这不您教我的妈 把资源最大化利用 行 那我大床话我也去退了啊 李总 你要的文件 哦 好 进来吧 这不好吧 我还是回家看比赛吧 这有啥不好呢 我没看比赛呢 打一个文件都得遥控我去 你俩还看上比赛了 咋的 这八个赛是外包给你了呀 就准你看不成我们看了 这可是体操 你们俩这一天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能看得懂吗 怎么看不懂啊 我小学可是体操队 我靠 看不出来啊 哎 竞技体操还是艺术体操 嗯 网络体操 看你拉倒 怎么嘛 我们俩都有一队一家的呀 平时 虽然不是专业的 但是那你柔软性还行 对啊 我协调性还是不错 哎那这样吧 那你俩比一下吧 看看谁的协调性好 嗯 你还办是奥运队的 不比 就是啊 人家打奖 还有奖牌啥的 就啥也没有 还有指挥上的 那 那你们要啥吗 我们看比赛又有空调 吃的啥都有 啥表 就是爱 少挑的一件 行不行不行 我妈还说让我找对象 一定得挑个爱运动的呢 哎 她喜欢 杀 你们干嘛 我觉得吧 这运动一下 都不错 对啊 锻炼锻炼锻炼 挺好的 你说吧 怎么比吧 那咱玩这简单的吧 待会我说哪个部位 你们就碰哪儿就行了 然后呢 先碰着酒的 再抱着行李箱 做一个蹲起 就算赢 开始呗 ready go 摸头 摸脚 摸肩 摸膝盖 摸头 摸脚 摸肩 摸膝盖 摸头 摸脚 不是 你爬好呢 是 开玩笑了 这回来真的 这回来真的 摸头 摸脚 摸肩 摸膝盖 摸黑镖 有点实力嘛 这样 这瓶白镖就奖励给你了 那你选择要见家长了吗 我没有说赢了要见家长了 你不是 你 与老板和秘书出差 假装我是酒店熟客 这也没有1011的 有 我跟你说 就前面这里直走 然后左转 很快就到了 这不由我导航吗 这写的清清楚楚的是吧 走走走 快走吧 李总 你们怎么还光上脚了 找找拖鞋 拖鞋 你等着 给你们 你俗面 你怎么找也不找 一招在哪 那酒店的拖鞋 不都是在 这门的隔间吗 赶紧穿上 小心着凉了 你们 演的手 你干嘛呢 天太冷了 我们洗了热水澡 我跟你说 你别这个时候洗 他们家这个时候 水凉 你怎么知道 他家这个时候水凉了 我那个 之前有一个同事 在这出差过 他告诉我的 这不重要 你那个 把那个水打开 它放一放 待会就热了 严密实 你先去开水融入去吧 我下一个 我陪你玩 先别急 你先进下方小城 去领取旅包马 然后咱们咱俩再一起玩 行 不行 还是留了你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来过 嗨 来 来工作过 但我没有住过 老板和员工之间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说是不是信任 你不能这样 疑神疑鬼的 好吧 怎么说 想播了 四个六 四个八 我那个 我随便猜的 又不一定对 那酒店的密码 是不是一般 就是什么 什么六啊 什么八啊 你们都这样 真的 我都是瞎猜的 连上了 呃 呃 员工宿舍的第一晚 一共两个房 咱们三个人 怎么住 那不是刚好吗 我跟严密主 一人睡一间 你是沙巴德了呗 反正我行李拿出来了 我是不可能出去住的 不是 要不这样 你们两个凑合一下 注意前方 另外一人让给我呗 不可能 我一个人睡习惯了 再说我晚上上厕所 一个小爷们说怎么办呀 是吧 爷们说 然后对对对 那个我睡觉也不老实 我也怕打扰到李总 你就睡沙发吧 不是 这个沙发硬得要死 睡久了对腰子不好 你们就这么对我 你腰那么好的腰子有什么用 我给你淘点串 腰子得的呗 这种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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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哎我李总 不是我 来到 嗯 不是 哎呦你干嘛 你大半夜不睡觉 你去我那屋睡觉 假装睡的腰不好 不是 你刚才干嘛不让我在这睡 不是 大半夜你那吵醒我 刚才那是李总干嘛 我怕把误会砸上 现在就砸上人 你跟我走吧 不是不把这 不去不去 别打扰我睡觉 是明天上班的 好心吗 流流费 记得帮我关灯啊 呃 不是 怎么你又干嘛 李总 呦 呃 没有没有 刚才做噩梦了 做噩梦 遇到校园霸云了 遇到校园霸云了 干嘛 还不开心呢 去我那屋吧 沙发这么硬啊 不是 你让我睡这儿的吗 怎么可能真让你睡沙发呀 倒数你20出头 有个四五十岁的腰怎么办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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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那个 在这儿睡挺舒服的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刚才是你死活浮小睡房间 现在又说沙发 舒服 哎呦 里头没什么不对劲呢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那个明天还得工作呢 是吧 啊 晚安 晚安 哎 哎 a few moments later 哎呦 我失眠了 那课玩回游戏吧 不是 严明主 你睡不着 我睡得着啊 哎 你信不信我让你这课马上就失眠 现在就是 谁说天王老子来了 完了我这也是沾枕头就着 哎呦 咋的你 我眼睛里好像进行东西了 你帮我吹一下 哎呦真麻烦你 哎 不是 有什么意思啊 我不信我这样 反正睡得着 我 哎 你来干嘛呢 哎呦 我那个 哎 知道了吗 我年底肯定结婚 你别催了 什么年底要结婚 你什么时候谈对象啊 哎 哪来的对象 这不家里吹得太严了吗 我这随便敷衍一下 那你就不看你妈知道你结婚了 怎么可能 我了解她 那你先把她带回家给我看看啊 哈哈哈哈 哎 李总言明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女孩 能赶紧给我介绍一下 就最好能接受闪婚的那种啊 就你这条件还想结婚 还闪婚 对啊 你几个菜 喝成这样 不是 我 我 你带我去家你妈呗 你刚不还嘲讽我喝多了吗 那不是领导在吗 你看我这东西都准备好了 什么好烟啊好酒好茶 还有旅金 这啥意思啊这是 劝你家提亲啊 咱们俩争取把流程走快一点 年底就结婚 你觉得呢 那也不是不行啊 但是 我现在没什么存款 我给不了你彩礼啊 我彩礼要的很少的 就这个数 这么多 这我哪给得起 哎不是 我跟您讨论人生大事呢 你那么少年行啊 你要是被李总发现了 我肯定得控你绩效啊 那个 帮我出来一下 啊 你这个收值申请表 我看了啊 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得给你做一个背景调查 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啊 什么这好事都凑到一天了 行行行 李总你问 哎你家几口这儿 三狗三狗 你父亲抽什么也喝什么酒 啊 来到 咱们也说咱俩还没商量完呢 你要是想多的话 那有这个数 66万 那可可拉可拉倒呗 哎呀 可能是66万 6万 那6万也不少啊 我现在真拿不出那么多 我说的是600 600你做600 咳咳 600 哎呀 600行 600划算 哈哈 当公司女同事轮流和我谈恋爱 那我这天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 我办公室连个恋爱都不让谈 那我我去哪结婚呢 我 你可以在身边的人找啊 比如我们三个 不是 我连自己喜欢什么类型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找啊 不是 你怎么知道呀 要不然我们三个每个人陪你谈两个小时恋爱 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吗 这个办法不错 那你们谁先来 要不让实习生先来吧 他年纪最小 啊 我 赶紧去吧 不一样 那走吧 不是 这怎么了 师傅你会不会谈恋爱呀 我怎么了我 我做了你两个小时女朋友 你说你都做了什么 我 那吃饭逛节牵手 那正常情侣做的事我们不都做了吗 这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 最重要的你还没干呢 我 那那你要这么说呢 我不客气了 行啊 时间到了 我换下一个人去了 颜秘手 你怎么约我来车里啊 这不是刚好是午休时间吗 我不想打扰到其他同事 而且我这车后排空间大坐着也舒服 来吧 你坐的离我那么远干嘛 三往线的关系还能亲密点了 不是 颜秘手那个我觉得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 呵呵 你还叫我严秘手呢 是不是该换个称呼呀 呃 咳 老婆 这才对嘛 哎 你老婆现在腿有点酸 你帮忙按按呗 那个 那个老婆 那个我我我现在有点紧张 要不 那个你做点什么事 咱们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你想让我做什么 哎 不是 这什么都可以这么个的慌 哦 哦 我这这手机 兜里的手机 你看着我干嘛 你怎么用不懂我事呢 你这个手机应该亲我 哦 我 我 哦 哦 好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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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秘手 我是来提醒你一下啊 还有五分钟你就到中了啊 别忘了 哦 哦 是李总 那个 嗯 那你就去找李总吧 反正也快过午休时间了 哦 哦 谢谢 行 李总 我还从来没跟领导谈过恋爱 咱们俩能做点啥呀 嗯 要不让我带你去喝酒吧 咱们俩小酌一下 听说微醺可以增击两个人的感情 嗯 哦 行 听你的 嗯 哎 不是李总 不是带我喝酒吗 怎么怎么来酒店了 对啊 酒店酒店 你就说有没有酒吧 不是你你这 当我没收到开工历史 李总 为什么其他同事都收到了开工历史 就唯独我没有啊 你好意思说吗你 新年第一天就给我迟到 罚款吧 这到底你那开工历史 不是李总 那开工历史呢 对了图个好彩头啊 那一码归一码 迟到该发罚嘛 我还想要那个开工历史 你有这心思你放工作上行不行 我说了不给你发了 有什么不办法提历史 我给你批就是了 怎么能给你搞个特殊话呢 不是 那我 行了啊 没什么事你俩工作去 哎 不是李总 我那个 你过来 哎呀 你别不开心了 李总就是个铁面无私性格 他不给你开工历史 我给你准备了 真的假的 还是你对我好严一种 谢了 哎 你不打开看看吗 就回家再看呗 几百块钱让人一码不救 你现在就打开看看 行吧行吧 嗯 什么意思 这个是我的工资卡 以后就放人家了 不是你工资卡 放我这个码东西 我不能让 哎呀 你就收下吧 就当帮我同情啊 我 行吧 主要是我待会儿 打算跟李总提离职了 为什么 不是李总说的吗 让我自己提离职 他来批啊 不行 你不能走 你要是走了 我也离职 不是 你不行 现在好工作多难找啊 到时候你折腾大半天 去面试了 又不合适 你准得焦虑 我先去跟李总提离职 哎 那就是 李总 这个是我离职申请表 您签个字 行 你没事 看来你离不了职了 这是天意吧 要不考虑留下来 什么意思 刚才对你这么严厉 是严格严秘书看的 不得对公司的秩序负责吗 给你准备了历事 但是这事你就对咱们公司保密 行 我懂你意思了李总 那个李总 我还有个请求 这新年第一天 那个迟到能不能就算了 我还想争取一下 这个月拿全勤奖的 行 那我得惩罚你一下 迟到这个事 不能总是这样 不然你就不找记性 惩罚 怎么罚 一会儿下班 没有去吃个饭 我都说了 我今晚不回员工宿舍住 就想唠个清静 你们仨非得跟过来干嘛 你说想请您 就来这儿请您啊 这儿电竞酒店 我跟我兄弟来打会儿游戏 有问题吗 电竞酒店 我不信 信了吧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吧 你们 我兄弟待会儿要来了 咱们那夜主群说 咱们那楼楼 那个没水停水了 但你这儿 今天洗个澡不过分吧 行 那李总你洗快点 洗快点 然后带他们两个走 那既然停水的话 我让你再在这儿洗 那你们两个先去 我最后去洗 不是你们拿我这儿当澡堂子了 是吧 哎呀洗你个澡 又不是你叫水费 小气呀 就是吗 不是我 来到 不是 你们干啥啊 怎么没穿衣服啊 宿舍不是停水了吗 回去洗掉衣服 所以我们就等你这儿 把衣服洗了 不是哎 那你们咋回去啊 等衣服晾干的呗 那衣服干了 那都得到明天早上了呀 那应该是要的吧 那实在不行算你将绿一晚呗 不是我我可没同意你们在这儿住啊 我跟我兄弟来玩的 算是你兄弟攒五个人 这还五张床吧 大不了我们给你A钱不就是 活到点事 不是我 哎呀我出门着急往那出电器了 师傅你有出电器吗 哎呀手机给我 哎 不是我兄弟马上来了 你们三个这个样子 待会我总不可能赶人家走吧 跟我们三个美女玩 不比跟你兄弟玩有意思 那我 再说了 你兄弟会的我们也都会呀 有什么不一样的 哦我兄弟会的你们也会是吧 我跟我兄弟打父子局 他输了会叫爸爸 你们会吗 啊你你会吗 啊你会吗 你合着你一定能赢是吧 来上号 不是哎呦 我去 我还 我非得让你们叫一晚上 怎么这个时候来呀 哎兄弟你等一下 等一下 有才是进去说 推去了干嘛 那个我我刚开了个副本 还有三个boss没打 你要不你你先回去 你等我等我打完了 我叫你可能没那么快 啊 啥玩意 挑战不同称呼海秘书看他反应 你妈 你怎么骂人你 哎呀不是 你妈在公司门口说要来看你一下 来了 你来了 你来了怎么不跟我说呀 这不是穿路吗 我来看你一下 我刚削了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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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 挑战再度升级 亲爱的 亲爱的 哈哈哈 你乱喊什么呢 你看我干嘛 他喊的肯定不是我 哎呀 别说了 别说了 这是公司 而且 我们还在呢 你不是一直让我给你在妈面前 找办男朋友吗 我这不是在帮你的吗 那你别在公司乱喊啊 这么多员工呢 你招了什么事 我下午不想工作了 我们玩游戏吧 你疯了吧 现在是上班时间 不行 哎呀 亲爱的 你干嘛呀 上号啊 这啥呀 最近火爆全网的三国歌操手游 你不知道吗 一亿人都在玩 三分钟一局 拒爽拒解压 玩起来贼拉顶 操作也简单 你看就像这样单手转转转就行了 轻松收获爽爆个操感 看着是不是吧 我也下游 现在谁还下载啊 点我左下角小程序 直接就能玩了 现在还有500连抽呢 我刚就抽了个版本新英雄马超 配合专属武器 紫风金雷枪 化身雷电框框收割 轻松弄乖 嗯 行 这么火的游戏你得玩是不是 你说的跟我说的也不是一个游戏 终极挑战 来阿姨吃葡萄 这葡萄可甜了 老婆你也来一个 你叫谁老婆呢 谁是你老婆 啊 我叫错了吗 媳妇 你这个表情看着我干嘛 难道还要我嘴对嘴为你啊 我叫错了吗 哦 哦 我懂了 还是她妈 还是她妈 看来是挑战成功了 你跟我过来 你跟我叫我什么 老婆 再叫一次了 老婆 老婆 嗯 这个 这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存款呀 你存款你给我干嘛呀 在我们家都是老公管钱的 我不要 为什么 你都有老公了 你还让我叫你老婆 渣男 我在员工宿舍看电影 广东都入秋了 你们俩还穿这么少 看我这都穿衬衣的 你们不怕冷啊 没感觉冷啊 广东不是每年都入秋十万吗 那也没那么冷啊 你一个大男人有点虚呀 你才虚呢 那你们这么穿 早晚老寒腿 好了好了 走吧 去看电影去吧 嗯 可以装你去吧 嗯 所以不算了 咱们三个一起去看吧 哎 我想了一下 现在不是入秋吗 我觉得假期在家 大家看电影更有风能 嗯 要你自己去吧 我跟他在家看 哈哈哈哈 我一个人看什么电影啊 肯定人多才热闹嘛 嗯 我也在家看 啊对 我觉得在家 人多热闹 李总 咱们仨看什么片合适 咱们仨吧 看爱情片吧 你这个直男的 跟人家的男主角的 学好好学学 哦 行 我觉得看电影嘴巴不能行的 啊 哈哈哈哈 看电影去就得吃点东西啊 入秋了 吃了一碗甜甜的线桃版的 再配上甜一盒的情商 岂不是甜上加甜 哇 还是原来是咸 那我也甜一点 哈哈 嗯 很好吃耶 香甜软糯的 嗯 那我们看看电影了 啊 行 嗯 嗯 嗯 也没说你怎么了 哦 我想吃板栗来着 哦 哎呀 跟我说不就好了吗 哎 给你 哈哈哈 哎呀 怎么了 李总 刚才不觉得冷嘛 现在觉得挺凉的感觉 哦 哎 那个窗户没关 我帮你关窗户 哦不用了不用了 就这样吧 哦 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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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我回房间了行 啊 不是 嗯 我强起来 我好像有PPT没做 我先回房间库号 啊 不是 哎 不是 这不你们谁的电影 哈哈哈哈 我在员工宿舍生病时 起床上班了 这都几点了 也没说你干嘛 我好像感冒发烧了 发烧 啊 不信你看 啊 你烧到50度了 什么 50度 哦 呀 夹暖水袋上了 烧糊涂了 骗人了 没有 不信你摸我头 哎 还真挺烫的 这咋烫的你做 那你今天别去公司了呗 我给你请个病假 大家休息吧 走吧 严重 哎 哎 那个 我看我这都生病发烧了 然后昨天晚上睡沙发 又腰酸被痛的 你们能不能留下来一个人 照顾一下我呀 我可没时间啊 公司一堆事等我呢 那严秘书呢 我还有会议要看 严秘书呢 哎 你个大男人 发着烧嘛 那么嚼劲干什么 挺挺过去了啊 什么什么 严秘书 你怎么回来了 哎 我就生病了 哎 我就生病了一个人在家 我不提醒 我出来照顾你 你不是说有好多个会要开吗 哎 我给安排到明天了 那 那 那 李总能让你上班时间回来啊 我 我骗他说出来谈客户了 喂 这李总知道了 不得大发雷霆啊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啊 哎 哎呀 要不你去房间睡吧 这睡得多硬啊 不舒服 不是 哎哎 我不不不不 我不去 你个女生的房间 我去多冒昧啊 这挺好的 哈哈哈 那 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我这回来也是为了照顾你啊 哎 那你帮我拿我手机点个药吧 评论手朴的max 你什么时候换手机了 这是我左下角另接免费领的 我也没想到真能领啊 领手机 怪不得我都去腰里面 都说换新手机了 下载不花钱试试不就知道了 你看 我还有一个华为妹的60 Pro 都已经发货了 哎 不会是那种要拉人助力的套路吧 不用 你从左下角链接下载专属福利服 上线参与活动就能看见领手机页面 不仅有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Max 还有现实强4000台华为妹的60 Pro 都是官方只有到家 那你教教我怎么领呗 点我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 上线代名和龙王 吞噬进阶至尊龙王 只要放着挂机 就能轻松领苹果华为了 那我先领了 再给你点点什么样 什么事 不会是离纵回来了吧 你先去厕所躲一下吧 李总 你身体好些了吗 我回来看看你 不是 李总 你不是说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烧傻了吧 那公司的事情什么时候处理不行呀 我个人很关心下属吧 李总 那个 我没那么着情 像你说的就感冒发烧而已啊 停一停就好了 你还是赶紧回公司去忙吧 不行 你可是我员工 你生病我怎么能多吃不管呢 你去我那儿会睡吧 那我给你买点药去 不用不用 李总 我在沙发挺好的 这才是我的床 你怕什么呀 你这怎么说呀 不是腰筋坏了怎么办呀 你床垫新买的可软了 这水床是快快睡了 不是李总 你听我的 你回公司行吗 我一个人能醒 我停一停就过去了 好心当成乳肝 对 行吧 我上洗手间你走了 行 行 什么 哎 不是洗手间 哎呀李总 那个李总 那 严秘书 呃 严秘书也是毁人上厕所的 大老板和严秘书住员工宿舍的第一晚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不信你这样还能睡得着 我 你来干嘛呢 呃 李总 那个严秘书说他睡不着觉 刚好 严秘书睡不着 找你干嘛 呃 我肚子也饿 我找到吃个宵夜 啊对对对 我我我们俩刚好肚子有点 想想商量的 你们两个 呃 呃 吃宵夜不叫我吃毒食是吧 呃 没有李总那种那那一起一起吃嘛 一起吃嘛 那要不吃烧烤吧 怎么样我来点 哦可以可以我刚好也想吃烧烤 李总你呢 行我吃什么东西 这我怎么吃 哈哈哈 这你怎么吃点的生蚝啊 不是你说的要吃烧烤吗 谁家好人吃烧烤就吃这个呀 哎哎哎 我发现事有这么多的 这不就是烧烤吗 那我今天除了生蚝 我什么都想吃 是吧 不是 不是这个好啊 去沙发不是对腰不好吗 你多吃点这个 嗯 那个我今天不想吃荤菜 我就想吃点素的 行吗 哎 发现你今天事真多呀 哎 还好 发报都给你定了 哈哈哈哈 我 那个我突然间有点渴了 我想喝点东西 没有了吧 我帮你点点料 没事 帮我帮你点 啊 你喝这个 不是 这 哎呀快吃吧 听着 哎 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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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宵夜吃完了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上班呢 哎 等一下你帮我个忙呗 啊 我刚刚在房间撑上一个大蟑螂 有点害怕 你帮我去把他打了呗 不是 严秘书这大半夜的 你不想让我睡觉了 哎 打个蟑螂很快的 哎 什么呢我去看看 哎 等一下 听你严秘书那么一说 我们房间好像有个大蜘蛛 就在墙小的趴着呢 Lidle 你这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呀 家里就你一个大男人 什么替李活你不干谁干 宵夜你白痴 我 那行吧 那一个一个来 我先帮他去看行吧 哎 真是天天 哎 这也没有蟑螂啊 估计已经跑了 你去觉吧 那不行 我没亲眼看着他死 我睡不着 那这一时半会我也找不着啊 那等会我先去帮李总看看 哎 你不用去看了 我刚找了一圈 怎么没了 哦 那你们两个都找不着 那就凑合睡呗先 那怎么行 我们都是女生 很怕这些的好吧 那这样 你跟李总两个人 凑合一起住一晚 互相给对方撞个打 我怎么不可能 一晚上帮你们找虫子吧 我先去睡觉困死我 哎 哎 严密叔 你干嘛 那蟑螂找不着 那我只能在沙发上将就一晚 不是 这沙发这么小 你怎么睡啊 哎呀 我这梦苗条可以的 哎 严密叔 你这个解决方案好哎 哈哈哈 那边是不是还有位置 啊 我 我一拿我杯子来 不是哎 李总 我谢谢我们去买吧 不林和哏 咱可太轶飞ED by bwd6 感谢观看